大家好,我是青木 现在春天是多肉植物换盆的一个很好的季节 这个时候换盆也不需要太长的浮盆时间 缺口盆里边这一棵叫做乔伊 这么种着感觉不太好看 以前那会儿就丢在上面搭配起来 就是挺别扭的,就一直丢着没有怎么管 这个盆下面的圆盆也挺大 我就打算把高盆种到圆盆里面 这个圆盆里面我再移到一个更小的盆里面 白色的这种多肉植物叫做高砂之翁井 这种井它叶绿素太少了,生长很缓慢 换盆有时候说简单吧,也蛮简单 说困难吧,有时候也挺困难的 像现在这种盆里边的根又扎得很深 因为养的年份稍微长一些,一直没有换盆 像这种取出来都有一定难度 还有一种盆,比如也是我这样的盆 然后没有缺口的,就上面一个比较小的口 下面还比较宽,那种更难取出来 我这一盆昨天还是前天浇了水 所以里边的土还是有点湿 趁着有点湿润我才这么耗一下 把周边一圈给它耗松 耗松以后我就打算暴力的用手给它拔出来 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别人发的视频 花养成老庄了,特别是这些多肉 直接用锤子把花盆给砸坏 然后取出来 我这个可没那么大气 我觉得花盆还挺贵的 砸烂了也有点可惜 有的小厕枝比较多 这种情况比较容易拔断 尤其这些厕枝比较软比较细长 拔断了我也不会太在意 大不了就给它拼中在一起 把主要的地方给拔出来就行 而且拔的时候难免有一些根扎得很深 那种会有点拔伤 拔伤就拔伤吧 我也不太理会的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温度不算特别高 换盆吧也没有什么风险 伤口感染那种也不会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风险 即便伤口拔伤了直接种下去 有很大概率不会出问题 但还是有一定小概率就是感染伤口腐烂的那种 比较谨慎担心的花油 最好是在拔伤或者拔断了有伤口的情况下 晾个两天给它稍微干了一些再种下去 那种就会更安全一些 不要像我这样 我这个就是无所谓那种 因为我也养的多 即便这一两只出了问题 我也不会太在意 高盆里边拔出来的这种土 还是有点偏黄的里边的营养不是太足 一直都没吃过肥 这种土里边的颗粒含量也非常少 我们若想让它长得快长得好 最好是用一些辅业制的品式土 辅业土 泥炭炒炭松针这些 这些土的营养就会足一些 而且也比较疏松疏软 再加上一些食指颗粒 它发根更新也会长得更旺盛 摆盆里边的土基本没有动 这里边的土营养还是蛮足的 而且还餐了有阳分在里边 里边的颗粒含量也稍微高一点 我看天气预报后面的天气应该还可以 不至于有那种长期的雨天阴天了 多多少少都还有一定阳光 或者是多云天气 我现在换了这个盆呢 这个盆这么一换放上去 可能状态也会上得更快一些 这两款多肉都还蛮好养 特别是乔伊 度夏度秋都还不错 消耗没有那么高 而白色的这种高沙滋风井呢 它夏季秋季消耗比较大 即便是平常的春季和冬季吧 稍微缺点水 它的叶片消耗也挺厉害的 所以这种长得就非常慢 这种要在开挂区长期浇水 也营养比较足 温度不是特别高 那种长得太快 左边的这颗我本来都打算扔掉了 现在换的盆好像又还看得过去些 到时候再养一养看看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